當台客婚客在客訪本 台灣台客今年是有1560億的名額 大部分六處都是 都市民村各種的學生 台台校長等文中早期是表示說 未來會一年一年來增加 繁星推增 新興利害的比例 每年台台的繁星比例 會提供到12% 新興利害會有五成 空間改造的機會 在一樓的所有媒體區 都玩分享區 竟跟富學現在學生紓繞 情侯頂的觀眾並說 透過這次的改變 台台老宿學生身為空間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對很多高中學生來說 要先進去台台才有 使用自願的機會 台下婚化的學長是奉奉 台台1560億的名額 經過通編遊玩時都會出傳統 民主高中老宿學生最多 校長等文中說 每年環境推增到新興利害的戰畢 會占卜提升到12%到50% 跟教育部主年代申請 教育部還是會考量到整體考招的穩定性 所以它不會一下就提到那麼高 我們以前大概是11左右嘛 這樣就提升到12% 那會慢慢往上去提升 當文中表示 每年來提升翻車的戰畢到15% 申請立下戰畢到5聲 讓每一個學校有選擇的大聲 雖然分化立下戰畢會減一輸輸輸 不過比例不太多也不可以太多 因為要是要讓學生打招 來來台台的機會 既然是新興趣明台北報導 然後…